墨水把这些粉条按筋扎好,然后放到竹框里,一千斤的红薯最后做出来一百二十五斤的粉条,十斤放到一个竹框里,最后牛车上放了十二个大竹框,撞了满满一车。 这些粉条拉到集市上,顿时引来了大家的风强,毕竟如今物资缺乏,吃的东西都极其的单一,这粉条也算得上难得一见的新鲜吃食了。 红薯粉条价格虽然是五脚钱一斤,可是一斤红薯粉条够吃很久很久了,眼瞅着就要杀猪了,集市上的人你一斤我两斤的买了起来,整个集市里,墨水这里堪称火爆。 这些红薯粉条一共卖了六十多块钱,加上木秀做的一些零嘴,最后卖了一百来块钱。 墨水拿着钱郁闷地驾着空空的牛车回去,他好难过,想到最后卖光后还有人来要求买,他就为送出去的那些红薯感到心疼。 转眼就到了一月中旬,村里的小喇叭开始广播通知,让大家将开春设的鸡鸭鹅以及猪,按照国家收回要求上交所需金属。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的鸡鸭鹅猪死亡,那就要按照当下幼苗的价格赔偿。 鸡鸭鹅村支书将挨个上门收回,猪赶到村头尘突伏架,在那里把猪杀了直接上缴。 木秀家当初设了鸡鸭鹅二十只,鹅两只猪两头,按照规定猪肉它需要交上三百斤,整猪上交是三百二十斤。 鸡鸭肉各三十斤,整鸡整鸭是四十斤,鹅肉四斤,整鹅是六斤,也可以全部用猪肉三百六十斤来顶替。 如今,木秀家的两头猪,一头大的起码有二百五十多斤,那头小的至少也得有二百三十多斤。 木秀家其实并不缺肉吃,而且就算是留下猪肉,现在又没有电冰箱,还是只能做成腊肉腊肠。 木秀就算空间可以保鲜,但是却又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。 腊肠腊肉虽然味道好,但是木秀还是觉得能吃新鲜肉的话,还是吃新鲜的最好。 鸡鸭都能下蛋,蛋类又新鲜又比肉好保存。 最重要的是木秀又特别喜欢吃咸鸭蛋,咸鸡蛋,这鸡鸭下的蛋正好攒攒能做成咸蛋。 店,羊,咱们这次把猪杀了,就别养了,又不赚钱还占地方,猪圈里面打扫打扫,改成军房,种香菇和木耳,暖棚还能继续种蔬菜,这样多好。 木秀听到广播之后,就开始和木水周水莲商量,养猪的确没有种香菇和木耳赚钱,就听木秀的吧,不养猪了。 木水看向周水莲,周水莲也点了点头,木小草更是举双手赞成。 去年夏天,因为猪粪的缘故,院子里的蚊子特别多。 就算是用着艾草薰,木小花和李叛帝的身上,脸上,也经常被蚊子咬几个包。 广播上说了,去陈徒夫家,咱们这次把猪肉多浇点,把鸡鸦鹅肉给抵了。 木秀早就盘算好了,那咱们这就去吧,今晚有杀猪菜吃了。 木小草嘴馋地说道,以前那是到年底才能吃点肉,眼下每天都有肉吃, 你还馋杀猪菜呀。 周水莲看着木小草打去道,不一样,杀猪菜就是好吃。 木小草不服气地反驳道,好好好,咱们小草今年瘦了不少,是要多吃些。 周水莲看着恶诺多姿的木小草,心里美滋滋的,这么俊的闺女,可是她的女儿。 木小草如今真可谓是脱胎换骨了,精心地保养,吃得又有营养。 现在的木小草看着近比十几岁时还要娇美水莲。 快去吧,再晚咱们就排最后面了。 木秀催促道,就这样,周水莲在家中看孩子,木水陈旭辉赶着两头猪。 木秀木小草拎着桶跟在后面,一行人向陈屠夫家走去。 刚走出家门不远,就有个熟悉的影子走了过来,那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木小草。 走近一看,原来是李军。 他本来就是个懒汉,如今冬天,地里也没杀活,更是游手好闲得四处晃的。 自从他心里惦记上木小草之后,就经常在这片晃悠,想偶遇木小草。 这不,李军看到木小草出来,就这样凑了上来。 小草,你们这是干啥呢? 李军嬉皮笑脸地走到木小草身边。 你管呢,一边去。 木小草只觉得一股恶臭从李军嘴中传出,还夹杂着冬天不经常洗澡身上的汗臭味, 真把他恶心得不行了,捂着鼻子快步向前走去。 哎,你怎么说话呢? 李军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,这木小草变脸也变得太快了吧。 明明上次他带着送拖拉机的人去他家时,他还冲他笑了,还柔声柔气地感谢呢。 当时这木小草看着就是对他也有意思, 亏得他不嫌弃木小草生过俩孩子,还是没人要的恶妇, 整日在这里等他,真没想到一见木小草的面竟然还敢嫌弃他。 陈旭辉赶着猪,直接挡在了李军的面前。 李军低头一看,正要发火,却不敢相信地嗷嗷的一声叫了起来。 我的娘啊,这赶的是啥呀? 木秀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了他一眼,同情地说道, 这是猪啊,我,我知道这是猪,可是,可是你这猪咋长这么大呢? 李军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,说起话来还是有点不利索。 我们喂得好,当然长得就大了。 木秀边走边说, 咋个喂法呀,我长这么大,还没看见过这样肥这样大的猪呢? 李军跟在木秀身后,追着问道。 木秀他们都不理李军,加快了速度,向陈屠夫家赶去。 很快,木秀就发现了,路上每一个看见猪的人,都是李军那样的表情。 有的人会惊讶地上前问上两句,有的人则还跟着他们一起往陈屠夫家中走去。 木秀也是乌语的,不过是两百二十多斤的猪而已,至于这样吗? 就这样,木秀陈徐辉赶着猪,身后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陈屠夫家。 村里养了猪的人并不多,陈屠夫在家等着乡亲们来杀猪。 这会儿,忽然看到一大群人涌了进来,陈屠夫不仅吓了一跳。 慢慢进,憋起憋起,站不下人了,都出去,去外面杀猪。 陈屠夫赶紧喊道。